你们在青春里 有过一场易男嫔的暗恋吗 高一时 我喜欢上了我的同桌 那个和我相处距离 每天不超过三十厘米 性格开朗 脸上笑起来有酒窝的男生 因为是同桌 我们的关系 也总比其他人更亲近一点 但那个时候 我自卑又胆怯 从来不敢将自己的喜欢告诉他 暗恋 是场礼貌 和地理盖起一座城堡 前段时间 突然得知了他的近况 在老家工作稳定 下周结婚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是抑制不住地难过 那天晚上 我走上阁楼 翻出了高中的旧屋 但突然 从高中的课本里 调出了一封信 是他给我写的情书 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 而我 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天里 气不成声 原来那三年 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现在想想 那时候我以为没有回应的单恋 似乎都有记可学 还记得高二文理分班时 我们去了不同的班级 我为此难过了一整个暑假 但是没想到 开学 我们却相遇在了学校的兴趣社团 那天下午 我和他一起上黑板墨写 我的鼻尖 心擦过了他的后背 他的校服是什么味道的 我不记得了 却只记得当时自己碰碰的心跳声 但后来那封信里 他说 他是放弃了自己喜欢的音乐鉴赏课 才和我去的同一个社团 继续做同桌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缘分 原来那些我以为的甜蜜巧合 不过是他的蓄谋一酒吧 还记得高考前 我们搬东西准备离开学校的那一天 东西很多 书很重 但我总想来让过他们班里 再看他一眼 当他穿过整条走廊 把书本从我怀里接过去的那一刻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教学了我一共有三层 我走在他后面 默默地说着再见 但我没想到 在我曾经在告别的难过里时 他就在那堆书里 留下了他期待的未来 不知道 在我躲在被子里 哭着告别暗恋结束的那天晚上 那个天桥上 是不是有一个少年 吹着剩下的江峰 等了我一整晚 还记得 算了 对中生活不是电影 而我也少点运气 遗憾有千百种 你们呢 在青春里 是否也有一个遗憾而错过的 你们有没有在学生时代 暗恋过一个人 高中时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 他是隔壁班品学兼优的班长 是小区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对于他 也许我只是隔壁班的普通同学 是楼下的陌生邻居 高中三年 我暗恋了他三年 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跟他说过一句话 暗恋 就是比起一个人的眼睛 更熟悉他的背影 但没想到 一个星期前的同学聚会 他也来了 高中时的小心翼翼不敢靠近 现在却因为工作的相似 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甚至加上了微信 回去后 我又激动又不可置信 想着是不是连上天 都想弥补我那段遗憾 我点开了朋友圈 背景是他女朋友 挺漂亮的 那天晚上 我看着那张背景图 看了很久很久 意识之间 即分辨不清到底是难过更多一点 还是庆幸更多一点 毕竟对于这场暗恋 向来都是我的独角戏 暗恋他的那几年 我也数不清 到底做了多少幼稚的事 还记得 那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他每天早上都会提前 二十分钟出门 在小区门口 买上四个包子 两杯豆浆 那个时候 我硬生生是截掉了 自己赖床的毛病 甚至连包子的数量 都要跟他买的一样 为的就是 每天早上 都看他一眼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之所以买这么多 其中有一份是给他们班的女班长带的 其实我不喜欢吃包子 我也不喜欢喝豆浆 只是我不想错过 有关于他的任何一件巧合 还记得高三下学期时 他的成绩很好 名次总是在排名表第一页 我拼命学习 终于在二魔的时候 挤进了年纪前五十 为的就是 让自己的名字 和他出现在同一张纸上 这样 我就能和他去同一所城市 甚至报考同一所学校 但是在第二天 我就听说了他早就放弃了高考 申请出国 原来我和他 自始至终就不在一个赛道 还记得 算了 在那段青春里 他永远是我爱的热烈的少年 我试图追赶过 但山鸟与鱼不同路 要正式地和他 和曾经那个自卑又大小的自己 说再见了 你们呢 是否也曾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发现了一个宝藏 是否 最后也没能成为那个藏宝的人 到底是哪一个瞬间 让你的暗恋终止了 我有一个 暗恋了很久 几乎贯穿我整个青春的男孩 我们初中同班 高中同校 大学同城市 我们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是好的可以喝一杯水的哥们 我想着 不等了 等到他今天生日的时候 我就要跟他告白 大概是这场暗恋藏得太好了 一个月前他来找我 我带他和室友吃了顿饭 回去他就问我 能不能帮忙追室友 电话里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声好听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快通了 可我却没有从他的语气里 听出一丝恳求的音乐 似乎 他早就制定了我不会拒绝 暗恋了他八年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决定不再喜欢他呢 也许是 在我把室友微信 推给他的第七天 室友那天出门 化了个精致的妆 戒了条我的新裙子 回来时就红着脸告诉我说 听在一起了 晚上我把自己一个人埋在被窝里 难过得一塌糊涂 却还是听到睡友手机里传来他的声音 快 早点睡吧 声音是那么的温柔 是我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仇 可他们明明才认识了七天 而我却整整暗恋了他七年 几乎难夸了我整个青春 也许是 在他们在一起后的第二个星期 室友为了感谢我的青线搭桥 说要请我吃饭 可等我到了约店的地点 我差异他居然是一家火锅店 而一向讨厌火锅器 为了他居然坐到那里包虾 他低着头 修长的手指熟练地剥去虾头和虾尾 而室友的碗里 已经放满了虾仁 可我却记得 他有严重洁癖 尤其是讨厌剥虾时的油腻感 也许是 算了 今年 是我喜欢他的第八年 我不要再喜欢他了 你们呢 是否已曾默默地喜欢过一个人很多年 又是在哪一个瞬间 决定放下对他的喜欢呢 好 好 好